第八百三十四集 确无处着半身亡气勉强站起来露出一抹惨笑道 阁下厉害呀 我原以为这次是我们的机会 却没想到是阁下的机会 我会死于阁下之手 既然如此不如阁下留下性命 下一世也许能找阁下切磋一二 便是这样死了也值得了 比拼血脉之力不如夜沉 比拼兵刃对方有四品神王气常见 比拼境界但是对方低自己一个大境界 却能在自己手上抵抗很久 更不如对方 全方面不如对方 已是必死无疑 至于长老和护法掌门们 这种大战掌门们一旦离开 便不会再管 也不用奢望掌门和长老们来救自己 便是如此残酷 没有高深的背景 没有绝对强大的天赋 便是蛊虫要进行这种 类似于阳蛊的作战 若是得胜而归 自然会被重视 若是没有 那生命不值一提 混蛋 顾文怒骂血污一声 癫狂地看向夜沉 咬牙气之道 我纵然死 也不会让你好过 下一刻 他祭出了大道 是兵之大道 掌握寒冰之力 无尽冰霜击射而出 我纵然死 也要自爆 哪怕让你受伤 哪怕损害你的铠甲 也不会让你好过 下等世界的卑贱杂种 你破灭我的未来 那好 我纵死也不便宜你 找死 寂灭 夜沉挥手间 发出无数寂灭佛文 直接崩碎了冰霜 身形一瞬来到顾文身前 早已经游进灯枯了的顾文 此刻被他抓在手中 犹如提着小鸡仔一般 他左手包裹着寂灭之力 窥然刺入了兵之大道中 尽可能提取当中的道运 大道雏形 要想演化为真正的大道 唯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 自己苦修 或者服用丹药 第二个 吸纳别人的大道和道运 容纳到几身大道 以此增强和完善自己的大道 只不过第二种极其罕见 需要天赋和机缘 而夜沉不知道是因为血脉的原因 还是眉心的恶魔之眼 他能吸收别人的大道 兵之大道中 无数道运之力被夜沉提取 很快 只听见一道爆裂声传出 兵之大道断裂 顾文再遭到反噬 直接殒灭 顾文原本大战的时候 便已经遍体鳞伤 肉身不堪 身上两件七品掀器铠甲 和披风都被打碎了 然后遭到夜沉的重击 跟着又被打断兵之大道 不死都不行 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我名为夜沉 来自昆仑须 现在你也可以去死了 夜沉果断出手 直接逼出了血武的火之大道 抽取了当中的道运 用来培养自己的不灭剑道 随着火之大道的崩碎 不灭剑道也完善到了50%左右 还是差一些 若是完善到60% 便能晋级帝尊镜八层天了 他自然不可能放过对方 他能感觉到血无眼眸的杀意 这是一种石骨的寒冷 没想到一来灵武大陆 竟然就得到了这么多的资源 也算运气 这本就是一笔横财 只不过我意外插手 恐怕也是天意 难道天道 也知道我和那灵运的一年之约 还有爷爷 不惜一切代价 不下的局 到底是什么 和轮回墓地又有什么关系 难道轮回墓地的诞生 便是用来对抗那个 所谓的比血灵族和灵运 还要恐怖的存在吗 叶辰果断收起 顾文和血武的乾坤戒指 跟着一拳轰出 将地面打出一股深坑 连带着和自己作战的 几具尸体都被打爆了 彻底毁尸灭迹 接着朝着西面离去 在昆仑须中 叶辰随便一拳 都可以开山裂地 甚至一掌 可以打出数千米深的裂骨 但是在零五大陆 一掌撑死了 就能在地面上 打出十来米大小的坑洞 果然 零五大陆的灵气太过浓郁 导致草木植物疯狂生长 甚至地面都坚硬地过分 算了 赶快隐藏气息离开 叶辰路过一片森林 远远看着对面有座巨城 便迅速赶去了 在零五大陆中 以它的境界不能飞行 更不可能做到化身为光赶路 零五大陆的重力和引力 至少是昆仑须的几十倍 看样子不到神王镜 与空飞行是做不到了 很快 叶辰逃离了那片战场 来到了这座巨城之中 这座巨城 同最初在北域进入的城池一样 建筑风格和昆仑须差不多 楼房不高 却是无比巨大 每一座 甚至都充斥着阵法的气息 此地估计有方圆千里大了 应该驻扎了不少门派 叶辰嘀咕着进了城 走在街道上 便看见各色各样的门派弟子 有的身穿青袍 有的穿金袍 还有的身着黑白相间的长袍 但都有一个共同点 心口都绣着自己门派的标志 有的是一把小剑 有的是虎头 还有的是人影等等 各色各样的都有 单单走了两条街 就看到了十几种不同宗派的衣服 每一样衣服 少说都是九品灵器 甚至有的是半仙器 土豪啊 叶辰都不住地吐槽了 这些宗派太富了 连自己门派发放的衣服 居然都是半仙器 这一幕就好像自己最初进入昆仑须一样 昆仑须每一样东西放在华夏都是质保 这里的每一样东西放在昆仑须同样是质保 先找个地方清理一下战略体 再打探打探情况 叶辰低于两句 他一个底尊镜七层天的家伙 也没人理会他 大街上随便一抓 都是几十位入神镜 十分不起眼 很快他渐渐走到了城池的中央处 一座巨大的露天广场中 好几位强者悬浮在半空中 似乎在叙述着什么 叶辰定睛一看 足足八个 每一个都是神王镜强者 散发出赫赫凌威 自己边上也汇聚了各色人群 似乎在等着八位神王镜 宣布什么消息似的 八人当中 一个锦衣老头来自于金刀门 他轻浮一抹白胡须笑道 各位天灵城的人听好了 这次百宗乾坤大笔 会在古灵城和天灵城交界的 万山山谷中举行 由我们乾坤沙域百宗 共同举办 以往大笔 都是我们金刀门 真空寺 飞鹤殿 紫林宗等四大派作为主导 牵引其他的门派举行 但是现在 我们四派共同决定 向周围数座城池 开放大笔 但凡在神王镜之下的舞者 只要受缘不过三千岁都可参加 明日 诸位可到天灵城南门报名 相信各位也会珍惜这个机会 每次百宗乾坤大笔 排名前两千的舞者 都可以进入金佛密宗的遗址 得到宝物 这些话一传出来 当即周围数十万舞者便群情激动 各个神色喜悦 凝望着这位金刀门的长老 高兴的都快欢呼出来了 金佛密宗遗址啊 曾经这个宗派 有着数十位混元镜 近百位神王镜的强者呀 一旦得到进去的机会 可能随便探寻一个地方 都能得到大量的宝物啊 好机会 这次百宗愿意开放金佛密宗遗址 真不怕他们的弟子 抢不过我们吗 边上一个青年舞者 颇为喜悦的自言自语道 前两千名 这次报名肯定有数万之中 以我的战力 前两千名是肯定的了 这位大哥 前两千名 数量这么大吗 叶臣有些好奇问道 一个宗派遗址 能容纳两千人 叶臣自然对金佛密宗感兴趣 因为那里和轮回墓地的大能 有很大的联系 这位小兄弟 看来刚修炼不久 不明白这些事情啊 青年舞者笑着解释道 金佛密宗可是中等宗派 按照划分 山门之地便是天陵城的两倍之大 你知道天陵城的人口有多少人吗 估计千万吧 叶臣想了想 给出这么一个合适的答案 青年舞者笑着摇摇头 竖起手指头笑道 天陵城人口不过八百万 但九成九是平民 可也都是帝尊敬 百宗对外让我们散修参加 单单是我们天陵城 报名的人恐怕就有两三万之中 周围三座大城加起来 至少参赛得过十万散修 这还不算宗派和家族弟子呢 哦 这些宗派和弟子都很强吗 数量很多吗 叶臣询问着 这些消息是他迫切需要知道的 看到今天的一场大战 他就大概猜到了 05大陆的宗派弟子和昆仑须 有着天差地别的距离 昆仑须的宗派弟子 一部分来自昆仑须本土 一部分来自华夏 严格来说 昆仑须是建立在华夏之上的 人口基数不多 但是05大陆不一样啊 单单土地就是华夏的几十上百倍 人数肯定也是地球的几十倍 各种资源无比之多 像是入神境这样 在昆仑须的高端强者 在05大陆就是比普通人强点 肯定会得到大量培育 只是不知具体数量是多少 哟 小兄弟 你是从巨城附近的村落中出来的吧 这都不知道 请大家尝诺